星光大大,我想学表演 同学们好开心,因为基隆市政府教育处跟故事工厂合作 在基隆首创举办剧场人才培育计划 将特别邀请李绍杰、安心雅、吴怡沛等明星阵容讲师来指导 紧张和期待,因为可以遇到一些很厉害的老师 然后学习到很多不同的演戏技巧 未来想要走这条路,然后对演戏很有兴趣 我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可以遇到很多不同 然后很厉害的表演老师 然后我觉得很棒 就是我喜欢在台上,就是发展我的情绪 然后非常喜欢演戏 就是在台上的肢体然后表情 就是不要像刚刚那样这么尴尬 这是基隆市在表演艺术培训课程的一项创举 造福青年学子 同时也邀请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在现场宣导推广 非常的期待,而且因为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大家真的赶快来报名 因为我自己其实过往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那我觉得后来就是随着去学表演 然后慢慢的去找回自己 以前有一些那种可能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都不太敢表达的 我就觉得我透过在表演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好像在学表演 其实不只是你未来 maybe可能运用在剧场 或是你运用在你的这个明星上面 但是其实你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可以运用到这些所学的知识 所以其实这一次真的很开心 就基隆市政府可以跟故事工厂 这边来进行合作 那大家赶快来报名 到7月18号而已哦 那这个四个题目 当然是我们要问他 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表演 再来是他有什么样的专场 以及他未来学了这些技能之后 他回到他的学校 有没有要做相关公益的回馈的事情 那在前面我们问了几个这些题目 如果小朋友非常用心的作答 他当然会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那也就是透过这些评比 我们会选出最认真最积极的小孩 让他有机会成为这36位其中一位 明天成为闪耀的钻石 从基隆开始 明星导师李绍杰 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 安欣雅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 吴依佩知名主持人演员 白白台北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剧场专业讲师 林立宇 李银辉 汪永如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招生中 到现在我们邀请了超过 一万两千个学子 已经进入剧场 来欣赏正式的表演 我们除了说培养大家 对于戏剧的一个兴趣之外 表演艺术的一个热忱之外 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学习 如何一个具有美的鉴赏力的一个公民 那我们很期望 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培训 你看有这么多这么棒的一线的优秀的讲师 在我们这个执行长的一个规划之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培训 来厚执专业剧场人才的实力 也向下扎根 活动名额有限 欢迎13到18岁 就读基隆国高中职的青少年 或涉及基隆的青少年朋友 搜寻市府教育处脸书 踊跃报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